科網股,9988,卡臣,阿里都令不少人失望 其實130元是撈了少量的 但他現在有點害怕,會不會跌穿100元呢? 是否他要先走呢? 其實阿里巴巴是真的慘的 如果你計算估值,甚至乎你計算去過業務發展 其實這假期真的很吸引 但問題只不過是他停了科網板塊 面對著問題也真的很大 而且在評審而論,他的業績表現其實上一次 我都覺得其實真的一般 其實他真的不是算好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都是減一減榜 我覺得減榜好些 其實科技股,我想我也不太建議大家買了一段時間 我想我自己之前都有貨都估了 幾個月之前的事 所以我都反映我都不看好這個辦法 但是問題是你如果現在有貨的話 都是逢高減榜先 你說有沒有機會跌落 100元這個位置呢? 說真的,我覺得你用上一次的低位去計算的話 會比較好些 即是他不跌穿上一次的低位的話 其實你可以一口兩下拿去先的 但是真的要小心點 如果真的這麼不錯 下一次跌穿上一次的低位的話 怎樣也好,真的要做一些指示的部署 不快 submitting そして。。。 frying爆損 插丧 platforms otta 可以